大摩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摩根史丹利 三个月内再度唱空台积电 继六月说把钱放在台积电上是 Dead Money 就死前之后 这一次再度加码唱出来台积电 说最快第四季就会被砍单了 在大摩频频出招 针对台湾半导体业的负面报告 引发了市场多空的润战 台积电倒是一贯的态度不以评论 我认为说无论外界看多或看空台积电 多空的决战关键点是在10月14号 为什么呢 接下来告诉你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Morgan Stanley今年中以来对台湾半导体业 从IC设计到记忆体和晶圆代工 是接连开出重炮轰击 除了引发市场的润战之外 对各股的股价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6月18号大摩一份长达80页的报告曝光了 这毫不客气的直指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晶圆代工业者台积电 你的投资人 如果你把钱放在台积电会成为死钱 同时把台积电的平等降到中立 目标价从655块大降到580 这份报告的主要论点是预估台积电 没有办法维持50%的毛利率 而且铁口直断 说半导体业从明年开始进入产业下修周期 而且可能提前在今年第四季 就会看到代工涨势的终结 至于说所谓死钱 指的是台积电的股价已经不低了 换算股利殖利率不到3% 这言下之意说钱放在台积电上面 但是不但没有股价上涨的期待空间 也没有好的股息报酬率 结果这一份报告一出引发众议 半导体业界大多不认同 甚至私下不客气的说报告内容 预测的太大胆太扯了 然而台积电的股价就从6月18号的收盘价603 是一路盘整到8月20号 跌到了552块年线附近 结果这个波段的跌幅是达到了8.5% 正当台积电面临年线保卫战的当口 这市场传出台积电调升代工价格 先进制程涨5-10% 成熟制程甚至要涨到20%的讯息 这一颗震撼单一出 这市场的解读是台积电 力保50%的毛利决心的宣誓 这不但是直接打脸了大摩的报告 也让台积电的股价连日大涨 涨到了638块 这个波段涨幅达到15% 不过死不认错的大摩半导体分析师 9月中再出具看空台积电的报告 只是这一次仍然维持台积电的中立平等 跟580块的目标价不变 大摩直接在3个月内 两度看空台积电 看来是铁了心 看坏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前景 那这次报告延续6月的论点 点名台积电跟利基电 最快第4季就会被砍单了 那理由是马来西亚年底封测产能恢复正常 跟下游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转落 那同样的大摩的报告流出之后 又造成了台积电股价回撤600块大关 这个投资人很无奈的是 照理说应该只是给买方法人参考的卖方报告 为什么会动辄流出 而且被媒体一再的报导呢 那其实美龄大摩之类的 这些外资称券商的分析师所发出的报告 称之为这个Saleside报告 也就是卖方报告 这一类报告是出去给客户 也就是BuySide 就我们一般讲的买方参考了 那外资证券商的本质跟本土的元大 凯基这些证券商没什么不同 基本上就是接单赚手续费 当然也有其他的证券成销这些业务 那既然要接单呢 自然就要服务下单的客户 外资证券商的主要客户就是法人 例如说基金公司退休基金或是主权基金之类的 各路的大金主 那当然也有时候这个主力法人呢 透过外资证券商下单 引申为外资单的可能性 那至于说如何服务客户呢 各类的市场研究报告是其中之一 那此外一些业务的招数就近在不言中了 由此可见了 这个外资报告既然是给买方法人参考用的 就不一定会形成看报告的投资机构的决策 毕竟各家投资机构对市场还有个股 也都有自己的看法跟研究还有投资策略 那只不过说呢 这类报告透过种种管道传出来 那自然会对本地的散户投资人造成一定影响 然而呢 那真正决定台积电这类超级重量级的 全职股的股价方向 我个人觉得不会是散户 而是法人机构 报告的影响只是一时的 真正股价的关键 还是台积电的营运情况 还有前景跟展望 所以说台积电股价的多空决战点 就会在10月14号下午2点举行的 第三季法人说明会 那到时候台积电会给出第三季的财报 跟第四季的财测 营收成长是不是真的如外资所唱衰的 只有说季比成长5% 毛利率能不能维持在50%之上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哦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k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哦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1点 LikeToday的理财分类准时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